字幕君 杨茜茜 字幕君 杨茜茜 我是花一鑫 我是一位數位訊號工程師 我在日常生活中 是一位奉行極簡主義 不愛出門的宅女 現在是從大三開始 踏入這種升學的領域 那時候就是開始做有關3D訊號合成 研究所繼續跟著教授 然後開始做一些3D生長的研究 又去德國念電腦音樂 回來之後去一個音響品牌 然後擔任數位訊號工程師 在工作上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工程方面 就是所謂科技方面 一直發展下去的話其實還是會 脫離不了感知的問題 有時候聽的那個當下的那個感覺 其實很重要他如果今天心情好 他就會覺得好聽 那有時候就會覺得說到底要好聽到什麼程度 一開始就把注意力放到那個感知上面去 這個是一開始 這個計畫會有的靈感 我的計畫名稱就是聲明耳炫 這個靈感是從另外一本書過來的 那就是在把這些書就是在複習 從裡面再延伸出來去做一些實驗 然後後來就是開了一個工作坊 去跟大眾分享 分享的過程中也知道說 大家就是聽完有一些什麼感覺 有一些回饋 下半部分的話現在進行的就是要 應用到創作之中 所以現在就是比較專注在創作上面 就是一個聲音的一個作品 第一件的話其實就是我一開始靈感來源的那本書 第一件的話其實就是我一開始靈感來源的那本書 《The Musical Illusions and Phantom Words》 我就覺得好像其實我們聽覺得不是很可靠 很浮動 一天之中就會變來變去 有個想法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感知會不會是其實有個極限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點想要反其道而行 就變成說要先去探討這種感知的東西 第二本也是一本書 就是困在大腦裡的人 他在探討說植物人到底有沒有意識 腦部的研究他們也是從清覺開始 其實我們只是耳朵去聽到聲音 那真正錯聽產生是在大腦裡面 所以就是這本書可以跟我的計畫做連結 第三件事關於我爸爸 就是今年1月初才剛把計畫投過來的時候 沒幾天爸爸就突然過世 那我爸過世那天我就從台北搭高鐵趕回去 趕到那裡時候 其實那時候宣告死亡也還沒有幾個小時 那時候我進去那個網生室跟我爸講話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會在想說 他到底聽不聽得到 那其實我爸他生前就剛好是一位耳鼻喉口 科醫師 在做這個計畫也是關於到腦科學 其實都蠻醫學領域的 那其實以前如果我遇到這些事情的話 還有可能有什麼疑問會直接說 欸爸這個是怎樣怎樣 你有什麼看法 但是現在我沒辦法問他了 就是其實還蠻想想到他的 就是可能因為我之前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現在算是他入了比較不一樣的領域 有一些事情就是譬如說 要定期要公開活動 然後要跟大眾分享 這些事情就是以前我真的比較沒做過 所以就是每次要分享什麼就會覺得好緊張 然後就會一直覺得 這東西到底要不要拿出來 就是會一直在糾結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讓人家專心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東西不必要的就不要帶進工作室 就是專心 然後專心的話就是頭腦好像會變清澈的感覺 他在裡面找到你的社會 他在這是個大人的嗎 這回事大人的節目 就不是最後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要找到你的社會 你怎麼回事